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来看这未来的一个礼拜夜晚的低温的变化 由台北市的侧站夜晚低温来看看冷空气 什么时候下来冷度有多强 先来注意到在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 低温的部分在20度 随着冷空气的强度逐渐的减弱 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相较之下 气温已经逐渐的上升了 因为现在风向追着边东风进来了 不过两天的时间在周二跟周三晚上温度20 接着礼拜四的下午以后 东北季风开始要增强了 温度形态来说开始要下降了 因为西北地区的冷高压快速的难下 最冷的时间点会在周五到周六 台北市的侧站夜晚的温度在14度 这称之为东北季风增强 但如果低到14度以下到13度的话 我们就称之为冷气团了 所以在周五到周六的时候 因为天气晴朗之下晚上会有辐射冷却的作用 所以就要看台北市公园路的侧站 晚上的低温有没有低到14度以下 低到14度以下 我们就称之为五跟六两天是冷气团影响 接着礼拜天的晚上冷空气减弱 气温的部分再上升 接着下周一到周二气温的部分 就可以升到20度了 四开始东北季风增强了 五的天气是干冷 最主要就是因为天气晴朗之下 所以我刚才提到说会有辐射冷却的作用 接着礼拜天的气温上升 所以这个周休假期你可以安排活动 不过要注意的是往中部以北走 温度会偏低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刚刚下午的时候开始 华南云带的进入之下 造成的降雨状况主要就在北台湾 另外东台湾的宜兰是禁地面的 迎风面的东北风 花莲这边也是迎风面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在中部的山区 云层发展量来说 都明显的偏多 从这张真实色彩的云图来 先看几个 一个看云层 有没有注意到 云层的发展由西往东的方向走 这个是华南云带 那北方的冷高压 已经逐渐到达江苏的位置出海了 所以我们的风向吹着偏东风进来 台湾在这边 这里要把台湾标一下 因为这云层太多 看不太清楚 再往南 这里是菲律宾的旅宋岛 再来我们往东南方看过去 可以看到在关岛附近 昨天提到的热带低压 今天减弱了 变成一个低气压了 未来这个低压的走向来说 会朝着旅宋岛南边的 岛屿区的方向移动 会不会发展 还要看看 但对我们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系统来说 其实在冬天的时候 即使到了11 12月 都还是会有一些 台风形成的机会 大概都是在北纬 10度左右到5度之间 所以影响主要都在 菲律宾这边的岛屿区 台风越强 相对的在11 2月的台风 接近菲律宾岛屿区 都会造成比较大的灾害 那再来我们看到云层了 可以注意到 华南的云带 正在逐渐的东移 那你问我说那明天呢 今天晚上是云亮多 不过明天呢 云层减少 阳光早上就开始要露脸了 所以礼拜三的时候 随着华南水汽走掉 天气好转 另外呢 北方的高压 已经进到了韩国南方之后 我们的风向变东风 所以呢 只有东半部地区云多 西半部地区都是天气晴朗 冷高压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已经逐渐地进到东海的位置了 明天早上就走了 但要特别注意哦 后面的高压系统才要下来哦 我们来看一个时间点 星期四 星期四的晚上的时候 可以看到 高压快速地 由西北往南的方向移动 到达了四川的位置 而从礼拜四的晚上的时候呢 冷空气的强度 源源不断地 灌进我们台湾的上空 而这个冷高压呢 礼拜五的时候 还是在华中地区哦 星期六的时候开始接近到江南哦 所以这是礼拜五的位置 礼拜六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冷空气在周五跟周六 源源不断地进来 温度的降幅相对的会非常的明显 所以要特别注意啊 晚上的低温如果在北部地区 掉到14度以下的时候 我们就称之为冷气团哦 那在14度台北市公园路的侧站 14度的话 那就称之为东北季风增强 那海边的部分呢 像在桃园新屋啊 还有包含了北海岸 都会有在13度的低温 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一次的冷空气的强度 下来的速度快 那到了礼拜天的晚上 来注意哦 这是礼拜天晚上 有没有看到 礼拜天高压 刚刚提到在四川 一路往东走 之后呢 再出海了 礼拜天晚上出海 风向开始变为偏东风 所以呢 周日的时候 温度状况开始要上升了 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的 就是从礼拜四的下午以后开始 东北季风将会要明显地增强 第一个 海边的风浪要变大了 第二个 高山的天气寒冷 所以穿着方面要注意 不过这一波冷空气 是干冷的空气 所以呢 礼拜四 下一点点雨之后的天气就好转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温度了 先注意到 今晚温度 有没有看到 上升了哦 明天白天的温度呢 北部地区还是舒适有点凉 那白天云层量减少 阳光露脸 中部地区天气晴 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南部地区是中午暖 太阳下山骑车要保暖 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雨 因为吹东风的关系 外岛地区夜晚温度仍然偏低 未来一个礼拜可以看到 礼拜四 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东部有雨 接着礼拜五六 讨天气温度低 北部寒线只有在12度的低温 到了外岛地区温度 也只有在14度 小叮咛 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早晚凉 骑车的朋友要保暖 还有南部地区 相对的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 中午温度高 要多喝水 早出晚归 骑车的朋友 穿着方面要注意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